2023赛季中超联赛第28轮 河南队在主场对阵苍州熊师队的这场比赛 林创一夜这球打到点球点附近 第一落点被顶出来 外围直接一脚远射 左边后卫是11号柯昭 右边是33号迪勒姆拉提 来看一下这球 在禁区内中路18号赵宇豪 无人防守的情况下 赢球一脚怒射 把这球打进了苍州熊师队的球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一球 球直接打到了进区的远端 苍尼奇横向的投球一点 在那个位置上赵宇豪 即使没有能够踢中皮球 柯维奇也已经到位了 苍州熊师队定位球的防守 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区域的漏洞 这个其实是不应该的 叶尔托没有机会再把球转到边路 转中球再给到中间 打磨 这球打在了球门横梁上 河南队刚才又是打出了一次 很漂亮的进攻 边路的传中球送进去 还有机会投球攻门 这球将将顶偏了 好的 这球给到中间 终于号打磨 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14分钟 河南队在前场反抢的过程当中 获得了机会 这球传得好 跑得妙 直接洞穿了苍州熊师队的球门 再看一下这个球啊 这是柯维奇 从封线上回撑回来 拿到了球权之后 交给了自己身后的队友 这球整个从前场 截得球权 然后一抹 黄子昌向前一传 再到中英号中路包抄打门 一气呵成 都是最简单的一次触球 但是却完成了最有效果的配合 来 这个从后排上来 腰续尘 前叉对于自己身体的利用 都做得非常好 就是最后的这脚打门 被王国明及时的出击给封堵了 奥斯卡拿球 24进攻 杀入到禁区里 到三角的传球 奥苏打猫 河南队在门线上把球拦出 再打再挡 第三脚射门打偏了 哎呀 这个球 突然的一脚冷射 来自迪利姆拉提 然后皮球反弹之后 打进了球门圆角的死角 对他出色的上半场 最好的一种奖励 再看啊 这个球赢球右脚 一脚端射 而且是在中路的这个位置 集中了非常多的 双方球员的情况下 皮球一个弹地 稍稍的带点旋转变相 更增加了少普亮的铺就难度 在边落 奥苏带球 一对一面对舒尼奇 走外线 看往中间传 横向的打门 哎呀 这个球非常好的机会啊 腰虚沉的打门 又是被王国明在球门线上挡出 这球奥斯卡 面对舒尼奇 突破变相 坚持走外线 然后已经是闪开了空档 也给到了后防线 无人防守的空位 这横传球打得很漂亮 腰续尘 凌空直接左脚打 力度也稍稍的有点下降 更多的是回撤到半场来进行防守 好 这个球王国明出击要比前三次稍微有点犹豫 哎 奥乌苏把球断下来 现在形成反向的一次进攻打门 哎呀 阿德里安 找射门的空档 找到一个最好的角度之后 再起脚打门 地球硬伸入 后场端球 阿德里安 黄子昌 远端空档出来了 中一号 中一号 带球长驱之路 到了进去里 看最后的这条大马 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76分钟 河南队打进了他们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五力进球 沧州熊师到最后啊 这攻防多少点脱节了 整体压上进攻之后 后防线压得比较靠上 但是中场的协防保护没有能够做好 被对方在后场断球之后 快速地向前打反击 很轻易地转移到了中一号这一侧 中一号单刀杀入禁区 面对对方的门将韩峰 最后的这条大门也是非常的冷静 现在是科维奇 等远端中一号上来 中一号突入禁区 再往中间改 科维奇调长打满 又一个 科维奇也进球了 进一步提升了自己在中超联赛当中的进球数 如果说是上败时 那三个球进的 还是双方互有攻守的情况下 河南队临门一脚的效率更高 而苍州熊师队的运气稍有欠缺 那下败时 尤其是到了下败时的后半段 这也就是比赛的主动权 完全掌握在河南队的脚下 而苍州熊师队在下败时比赛 这口气确实是已经泄了 河南队这个脚球开出 王国明很稳健 出击把球拿在自己的手中 与此同时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上 这样的话 王国明在自己代表河南队的白场纪念赛当中 完成了零锋 河南队也以6比0的比分大胜对手 王国明在自己代表河南队的运气